来第三题 它说子余和子轩同样要写400个字 那子余花了10分钟 子轩花了16分钟 请问你 余轩写字的数率比是多少 那我就去想啊 子余写一分钟 它一分钟可以写多少个字 一分钟可以写多少个字 当然就把400除以多少 10分钟 OK 那子轩一分钟写几个字 把400除以16 再来左边约掉是40 右边约掉叫做25 对不对 好400除以16应该算蛮长写到的了 那再约一下就会叫做8比上什么 5 好 所以他们的数率比8比5 当然子余写比较快嘛 因为它10分钟就完成了 那第二个 两个人各写1000个字 那他们所花的时间比是多少 好 那他们各写1000个字呢 他们的数 花的时间比是多少 那1000个字不就是4乘1000 比上5乘1000个字吗 对不对 可是你会发现这1000都怎样 约掉 所以 是不是一样叫做4比5 好 我讲这个观念是什么 我要让你知道的是 如果两个人各写1000个字 他们花的时间比 其实相当于 他们同样写400个字 所花的时间比 所以第二题的答案就叫做10比16 也叫做5比8 你就不用那么认真去算它了 第三个 如果两个人各写一个小时 那他们写字量的比是多少 问你写字的量不就是写字的数率吗 对不对 大家都写一个小时 一样嘛 子余会比较快嘛 所以他们两个人写字量的比 就相当于第一题 写字的数率比 所以答案叫做8比5 就这样